晚上好 我是思雨 慕尤丁政府在今年初秘密恢复 纳吉时期的沙巴天然气诉讼馆 和多元产品诉讼馆项目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对此表示震惊 并要求首相伊斯迈·沙比利出面解释 林冠英指出 这两个工程项目是纳吉政府荒谬至极的财务丑闻之一 主要的问题在于未经审计的工程进度 仅完成13% 但当局却已经支付了83亿令吉 也就是总建设费的88% 由于有关项目问题连连 而在2018年9月6日被西蒙政府终止 但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如今披露 内阁在今年2月10日决定重启这些项目 对此林冠英质疑 时任首相慕尤丁为何在恢复相关计划前 没有解决计划中财务不当的问题 他认为即使要恢复和延续这两个项目 也不能让背叛国家金融利益的人士逍遥法外 因此处请现任首相伊斯迈交代此事 并制定新方针保护国家利益 以及严惩叛国和欺骗国家的人 为什么这两个诉讼管项目值得大家关注呢 因为我国付了巨额却收不到货 而且这些项目可能涉及伊马公司贪腐案 这两个项目是由国阵政府批准 并在2016年11月授权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建设 但西蒙执政后承包商却拒绝带领他们前往工地考察 西蒙随后发现这项工程仅完成13%的进度 而政府已经支付了超过80%的费用 因此暂停此计划 并派出前财政部长兼西蒙政府顾问答应 率团与中国谈判 依收回这笔83亿令吉的费用 不仅如此 在2019年9月份 那级前特别官员安哈里 为伊马公司案共振时指出 这两项大型计划正是其中一个 透过马中投资 以便拯救伊马公司的计划 如今财长东姑塞夫鲁透露 内阁已在今年2月10日议决 恢复沙巴天然气管道计划 至于多元产品诉讼管计划 则还在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谈判 以决定明确方向 接着我们来看马六甲周选的进展 乌统主席阿末扎西昨晚撂狠话 表明绝对不会跟土团合作出战马六甲周选 并扬言乌统胜算很高 来到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还把这个胜算压在了前首相纳吉的身上 前首相纳吉透露 由于阿末扎西近期会前往德国接受脊椎治疗 因此便委托纳吉领军国阵迎战马六甲周选 这也迫使纳吉必须展延前往新加坡 探望待产女儿的计划 因此他在今天向法庭申请修改战时取回护照的日期 另一边乡西蒙主席理事会议决不会委任前火箭州议员诺依詹成为本次州选的候选人 但会考量各方对四名辩解议员的意见 对此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告诫 西蒙不可上师道德制高点 必须全盘拒绝政治青蛙 林吉祥表示自喜来登政变以来 大马政坛就一直被笼罩在不道德的阴影下 而马六甲州选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为它可以恢复和提升我国政坛的道德 他说如果要跟窃国者、投机分子和恶棍合作取胜 那他宁可在坚持政治原则与诚信之下落败 换个焦点 2022年财政预算案即将在10月29号出炉 在此之前 巴东普国会议员努鲁伊莎提醒政府 有必要在裁案中按照性别需求做出规划 并执行儿童保护政策 努鲁伊莎针对其国会选区 进行了一项多维贫穷指数调查 发现女性户主在各贫穷指标的剥夺指数 远比其他户主高 这里说的剥夺指数就是衡量贫困的关键指标 包括教育水平、健康和经济能力等 调查显示 普通户主的平均收入为每月2131令吉 而女性户主的平均收入只有每月1451令吉 比平均收入低了68.1% 至于贫困儿童群体 与疫情相关的指标都呈现更高的剥夺指数 例如食物的人均支出就高达0.966 这代表贫困家庭无法购买足够的食物给孩子 并且有60%的户主都面对这个问题 今天的大事迹到此 别忘了订阅、点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会